2月23号爆发的喜来登政变行动 引发了西蒙掌春以来最动荡的政局 当时的首相敦马也宣布辞职 乱职在持续近一个星期之后 最终在元首苏丹阿都拉陛下 宣布委任土团党主席慕尤丁 出任我国第八任首相之后 暂时算是划上了据点 然而拥有近200年历史的英国老牌报章 未报The Guardian 上个星期二却发表了一篇 以王室政变元首推翻历史性大选结果 为标题的社论 引射大马王室利用动荡政局来策动政变 引起国际社会对我国政局的关注 那时隔五天之后 国家王公总管阿莫法迪尔 今天发了一篇三页的声明 严正驳斥了这篇社论 声明就颁出了联邦宪法的多项条文 阐明在首相一直悬空之后 法律赋予元首委任新首相的权利 文告也说 在委任新首相的过程当中 元首不但完全按照法律行事 甚至还超越了他的义务 做了更多的事情 那就是召见所有的国会议员 跟各党的党魁 要他们表达立场 显示元首十分关切这项课题 国家王公就强调 林水首相的过程 绝对不能被视为是王室政变 而且英国卫报的这篇社论所提出的质疑 也明显带有党派倾向